重生九十年代 想要做电视机发家致富豪至数百万 殊不知遭遇美人心境 宝贝忙完了呀 今天晚上倒是要会一会这位苏总 都说三十岁的女人最有女人味 我很想明白什么是女人味 晚上十一点多 陆峰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隔壁的门突然打开 你他妈想住就住 不想住就滚知道吗 你真觉得自己是个东西 我呸 滚远点 信不信老娘找人打断你的腿 哎呦喂 吓死我了 信不信我给家里打电话 明天就把你抓起来 吓唬谁呢 你不过是个走私贩子 还是替人干活 等着吃花生米的东西 给你脸多了 我还不稀罕跟你住一个屋呢 苏有容器的脸色都紫了 此刻心里恨不得杀了陆峰 这是对他最大的羞辱 你别走 他人呢 不告诉你 就你身上穿的衣服 我看见都受不了 还是别让他这种结了婚的男人看了 早点休息 至于想找人打断我腿 爱砸砸地 哼 婚案中陆峰感觉自己屁股上 被人甩了一巴掌 耳边有人教自己往边上点 他抱着被子翻了个身继续睡 亿万富翁出手 电视机行业即将变天 或者是什么电视机技术迎来变革 国产电视机质量飞升 这小报纸真不严谨 还是看看大报纸吧 电子行业迎来搅局者 私营企业强力出手 专访从北方走出的企业家 专业多了 不过这照片咋这么模糊 黄书记您找什么呢 我那个放大镜呢 我帮你一起找 北方的企业家 这不是出手阔绰 这是二傻子吧 原来是他这个二傻子 就不见怪了 陆峰怎么也想不到 会有人拿放大镜瞧报纸 上面赫然是陆峰跟董凡华的握手照 俩人都侧着身子 您认识吗 最近这事闹得挺大 不仅咱这边报纸在报道 深圳那边也报道 听说很有钱的 有人说他是首富什么的 小崔啊 不要别人说啥都信 尤其是这个人 小心被骗得连裤衩都不胜 他骗过您吗 他骗我 哼哼 他还太嫩 倒横太浅 不过在深圳折腾就行 别来我这 崔秘书瞥了一眼报纸 案子思索 领导的心思可不一般 这肯定是在暗示我什么 虽然本地今年的招商已经完成 不过大企业入住肯定算功劳 多多没去幼儿园吗 我哪知道啊 啊 卧槽卧槽 他骂得起猛了 你怎么跑我床上了 怎么进来的 为什么你总是会出现在我的床上 或者是床头上 你有病啊 大青早的叫叫叫 叫春天呢 你让我跟他睡一个屋 人家 人家穿着那种衣服 就是那种都是破洞 不该露得全露出来了 我本来已经躺床上了 他从卫生间出来就跟我吵架 你是不知道 可骚了 我是没照相机 有照相机我肯定拍下来 照相机 我还沉冠冬呢 那你开一间房 你这 陆峰忽然发现 自己就穿个裤衩 急忙用被子捂住 你不是说省钱吗 怎么这么难伺候呢 我给你干活还得到贴钱啊 我又没把你怎么着 大青早的 火大死我了 你自己扒开裤衩子看一下 我又没把你怎么着了 不睡了 起床了 你别生气嘛 没有怪你的意思 就是咱俩这样 不太好 在我这装唇啊 来到餐厅 刚坐下来 就见苏友荣满脸怒气地走了过来 你昨晚干啥去了 睡觉啊 跟谁 你这话说的 好像我是那种 水性洋花的男人一样 我自己呗 你知不知道 我等了你一夜 你还让个女人去房间 我准备了那么多 你就这么羞辱我 这不仅是合作的问题 更是你这个人的问题 我的感受是你跟我离心离德 话中了 我真没想到你是那个意思 昨天累就直接睡了 我最近挺忙的 要不你回去忙你的吧 过段时间我去找你 我最近的工作就是你 你说实话 是不是就没打算跟我合作 我不强求人 跟我合作的人多的是 我是跟你谈生意 不是说你不跟我合作 我就找人帮了你 苏姐 别那么社会嘛 我害怕 你可是我的财神爷 一个亿呢 过了好一会儿 陆峰好不容易才把苏友荣安抚下来 必须让他回去 这事只能能处理 应该不是苏友荣盯上我 而是他背后的那些利益方盯上我了 喂 你好 这里是加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请问是想加入我们 还是有专利资产出售 我找人 请问您找谁 我找你们劳总陆峰 你跟他说 我是他鱼友 嗯 你说下你的电话号和名字 我们先记录下来 崔宁 崔宁 这回这么快就出来了吗 哪位 我陆峰啊 你怎么就出来了 没按头计刀把的判啊 电话那头 崔宁想骂人 可是硬憋下来 现在人家是爷 人家有钱 我花了点钱 找了点关系 就给处理了 你当时也不老哦 我也是尼布萨过河 自身难保 对了 你不是在卖组装电视机吗 你那些货是进口的 还是江镇那边的货呀 你说的是早吃吧 哥哥哟 我如果是早吃 我能出来吗 我的这些货 就是国内一些黑做方做的 拼出来的成本的 但是用一段时间就坏 电压不稳的话 当天就烧了 还好不是苏友荣手下 不然那就闹笑话了 这样啊 那你现在在哪呢 咱要不见面聊一聊 若总你放心 你不用投十个亿 你就给我两千万 我手里的资源很齐全 咱就做低端的市场 一两千一台大财店 都卖疯了 你知道利润多少不 成本加500块 加上200运输费 哇 罢了 真的罢了 这样搞 市场不很快就烂了 国内市场烂了 没关系 咱出口搞外贸 坑洋鬼子去 那个 你有空的话 先来深圳 可以吃顿饭聊一聊 我先挂了 对于崔宁这样的想法 并不奇怪 现在国内市场 就是被这种投机主义者 作懒的 市场对于低价便宜的货 非常渴望 但是产业链不全 价格压不下来 一下午时间 陆峰跟张凤霞 连着打了几十个电话 那些记录的电话 都打完了吗 打完了 除了一些玩套路的 就是些跟董防华团队 一样没用的烂专利 哎 躁动了一天 恐怕这个行业的顶层 全在看笑话 有没有技术人才呢 专业人才基本上没有 高阶工程师更别说了 只有一些刚工作没多久 参加过一些研发的年轻人 把有工作经验的全留下来 直接告诉他们 工资翻一倍 你到底怎么想的 是真的想做电视 需要一个幌子 这个幌子做的 越真就越安全 吃饭吧 苏友荣感觉得出来 这绝不是一个幌子 没再多说什么 都准备好了 还有就是那些 邀请什么的太多了 你去不去 关键是有用吗 洪总今天打电话过来说 后天有个什么 电子行业大会 反正就是吃吃喝喝 端个酒杯到处乱窜的那种 问你去不 去 搞定了没有 有得很 他身上希望不太大 咱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 董事会的要求是 今年年底前必须定下来 明年扩大规模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买卖也就几年的事 一旦收紧就完了 我知道 这样吧 你们多盯着点加美食品 他明年肯定要融资 抽掉资金投资这边 可以试着造他的反 造反 怎么个意思 你最近弄几个皮包公司 什么迄金风投啥的 准备收购加美食品的股权 同时对一些中层持股的管理者 放点风声什么的 什么陆风中宝私呢 挥霍公司资产 对了 把他的别墅重点宣传一下 再弄一艘大游艇什么的 不愧是有荣啊 我有些期待那个时候了 挂了电话 其实苏有荣对于陆风 是真的有好感 他喜欢有能力的男人 但是他很有掌控欲 就是要把这个男人 死死地抓在手心里 只有毁了他 他才会安安稳稳地 待在你身边 感谢观看